今天要来做的是 耶诞雪人零钱包 然后我在 制作这一个 零钱包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设定它 是一个实用的东西 相对的我认为它可以摆在桌上 但是它有一个零钱包的概念 你也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在里面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分羊毛 就是你需要用的材料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羊毛要怎么样准备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本体白色的部分 白色本体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围巾 很爱漂亮的一个雪人 围巾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雪人的帽子 本体是把它打开来看 折打开来看 第一个就是白色的本体 然后表面的浅灰色 然后上面那个球球 那我会分这这么这么多个 一二三四五六 总共这样子准备这个羊毛的部分 要这样子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羊毛 然后那你要有一个口径 然后等一下来介绍一下这个版型的部分 就是一二三 就是这样一二三 三个部分的版型要如何准备 这样第一个部分分羊毛 好 现在来聊一下版型 就是一开始我那个版型找不到了 那太多气泡值了 所以其实版型也没有留下来 跟你可不可以找得到 这一些问题都要考量到 那所以我就只好就是把我既有的作品拿来 就是回推当时版型 然后这边大概是十公分 然后这边大概是六公分 那这一个东西的质感它是要硬挺的 硬挺所以缩率要大一点 那缩率的部分在名词解释那里有讲 所以这边大概十公分 六公分 然后我把它放很两倍好了 因为要硬硬的感觉 所以我就先来画这边 这边画得到 好 十公分的话我就画二十公分 大概二十公分 大概 边界不是很齐 好 二十公分 然后二十公分乘以二十公分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懂 对啊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自己觉得讲的蛮仔细的 但是在好像还是实际上会有一些问题 那你们的提问我 我基本上是会看啦 我也很想解释清楚 尽我的能力啊 这里二十 这里是二十公分才二十公分 因为这边是十公分 我想要用两倍嘛 所以这边就先画一个圆形 那画圆形的时候 然后基本上 因为我是那个美术系毕业的嘛 所以我在画圆形这件事情 比较没有什么困难 但是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先去找一个中心点 好 画圆这件事情 你看这个课很像在 教制图 先找一个中心点 然后沿着中心点 然后你可以去找出一个圆的位置 这样子 大概去找一个圆的位置啦 反正就是示范一下怎么画圆形 因为你们会觉得说 这个圆形 它因为在气泡纸上面 它到底如何可以 怎么讲 画的比较圆一点 因为圆规不好操作 OK 然后圆的部分 你希望它比较圆一点 基本上我就会这样子把它对称下来 大概就可以了 因为你有时候沾缩的时候 可以靠手部去操作 所以这个圆到底画到什么样的程度 还可以啦 OK 好 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圆的部分 然后接着这个角度上面 这个角度这边还要有一个 6公分乘以2 12公分左右的 一个 一个圆形 12公分 比如说这边 这边先画一条线 哇这个 感觉超像在上字图课的 OK 算是有把那个 以前 美术课的那个有没有 一些 美术课的一些方法把它运用起来 反正 我就是怕我自己讲的太清楚 但大家却又还不懂这样 OK 我反正我今天精神挺好的 今天很早上就开始 这个 OK 反正就这样啊 那一样啊 就是 哇 就是画一个圆形 哇 这个真的是 那画圆的时候 顺便讲一下 我们手会有一个这个弧度 这样子 一个弧度 OK 满烦的就是 基本上这个步骤 如果教学生的话 我会贴心的帮大家都把这个版型剪好 然后你们只要把这个版型留着 或是把尺寸记起来就可以了 不会让你们这么辛苦 那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一个这个形状 你要剪的时候 你还可以这样子对称 对称 真的是 很贴心的一种教学 OK 然后你就是把它这样折一半 然后对称 那注意这个连接点 这个连接点你必须要留一些空间 不然会断掉 那等一下我们打开来看看 是不是有需要修的地方 这个感觉影片好像又要切几段 也没办法 就这样 OK 这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形状 哇 讲得很仔细 很棒 好 那这个是它的围巾 那我也是要回推 那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围巾的部分是软的 软的缩率 这边我用两倍 两倍 两倍 放大两倍 反正就是要缩小两倍 因为它要硬挺 所以不懂的话要去那个名词解释那边再复习一下 所以你在设计一个作品或是课程的时候 你这些部分都必须在考量当中 那这个平面我放在这边一点好了 30公分 好30公分 然后这边大概 大约2公分 那我就不要放那么大 其实我觉得围巾这个部分到随意啦 就30公分呢 你大概就长一点宽一点这样的尺寸就好了 长一点宽一点的尺寸 30 我这个卷 这一卷大概是40阿 不然就放40 我也不确定锁率是多少 那我只能说 我在设计版型的时候真的 满随性的 那我随性的部分我也会跟你们讲 到底需要多随性 那2公分的话我大概是3公分或4公分 4公分也许比较好铺毛 好 等一下做起来版型不一定是这么 这个 就是你每一次 因为我们是手工嘛 不用每次制作就是一定要到 那么的每一个都一样 反正就可以有一些变化 就像你做菜一样 下一次盐巴可以多一点少一点 因为手工的部分你可以更有变化 反正就围巾的部分我大概是设定这样好了 这个就不要剪 因为等一下我就在这边这个平面上铺 好 那这个部分我就先把它 好 这一块先把它留下来好了 这个喔 气泡子你们可能会觉得不环保 但是有时候你们收到一些包裹的时候 就会有气泡子 然后这个围巾 围巾我就是稍微放大一点 没有到两倍 我等一下可以再换算下来 反正就也许1.3到1.5倍吧 1.3到1.5倍 但是我会凭感觉 好可怕的一个教学频道 好 那这就是一个接下来就有帽子了 今天的那个录影不知道会不会 你知道吗 超过10G 来看一下 他这个球球不管他喔 我的手好脏 到大概到12左右就好了 反正到12左右 这个就是跟帽子刻一样 然后你的帽子你更要多 多柔软或是多硬挺 大家看一下 多柔软或多硬挺 12 12两倍是24 不需要到24 因为他会太硬 他其实是柔软一点的感觉 12 24到这边 12 24 那量一下宽 哇 你们看到这一集一定觉得很惊悚 就是这个人画版型竟然那么随性 10公分 那就是我就设定 好这边20 20公分以内 因为不要到2倍 2倍是20 我通常都会先抓2倍来看 然后刚刚24 24大概是这样 这样子 帽子的形状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用2倍来算的话 但是我没有要做到2倍 因为2倍的话会太 太硬挺 好大概的形状 帽子的形状 重点是帽子刻的那边会讲 下面要有一个弧度的感觉 OK 那我没有要那么大 我就是反正就稍微缩小一点 一方面也不用那么累 那你也可以用计算机算 就是说你要算你要怎么样 反正我就大概缩减好了 你可以用计算机去算 你要的倍率也许1.7倍 好这个我就用1.5到1.7倍就好了 有点硬挺 但又不要太硬 好啦 反正这个示范当中 有还蛮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先把它捡起来 先把这个板心捡起来 大约我没有计算 我今天的情绪没有想要计算 通常是要仔细的计算 我只是今天不想算而已 今天不想算 但今天想拍影片 反正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 不想用计算机算版型 但是又想拍影片的一个教学课子 OK 很疯狂 好来 都好了 第一个是它本体 本体要怎么去画 然后因为我要硬挺 所以我用了2倍的倍率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是比较有精确计算 那这个就是1.3倍 1.3倍到1.5倍的围巾 到时候我要铺在这边 就是有泡泡的那一面 摩擦力比较大 OK 这个是围巾 然后 反正或者围巾你可以宽一点 反正就是说不用放到2倍 不要放到2倍 它要柔软 然后这个 再介于柔软跟硬挺之间 所以1.5倍到1.7倍左右 虽然我没有用计算机算 反正就 差不多是这个感觉 好 就这样 1 2 3 三个版型拍完 好 接下来就准备开始制作啰 好